年輕的時候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你又可以放手一波的好好做 那為何不能 台灣的面線是有帶勾芡 然後廈門的面線是稀稀的 有點湯湯碎碎的這樣 那因為這邊很多台灣人 所以我們就是 保留台灣原本原油的味道 不會那麼勾 但是也會有一點勾芡 然後就是讓這邊的人也愛吃 也喜歡這個味道 當完兵的時候 就跟廈門的朋友聚一聚 然後就聽他們在朗朗說 廈門沒有正宗的台灣面線 然後剛好自己小時候的夢想 也是開一間屬於自己的面線店 八億千 打工的機區就都投到這間面線店裡 開店的時候我覺得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宜耳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一天只有三四機玩 但是連房租都繳不起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是 自己努力的在外面阿克 然後就是跟客人介紹我們的面線啊 特別在哪裡啊 然後跟他說我們是來自台灣的 所以看他們願不願意嘗試一下 因為絕對是跟廈門的味道不太一樣 那要怎麼算阿 兩百次喔 一斤喔 一斤喔 一斤嗎 就是你要盡量用 用閩南語跟他們共同 他們就會覺得你比較在地 比較東比較多嘛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幾星就跟他 他就會大概知道 他就會給你很多量這樣 然後跟他說你要做生意 有的老闆會就是覺得你怎麼也這麼年輕 就當老闆 他就會覺得你不懂 他可能就是 可能會拿二十塊的東西 然後賣你三十塊阿 之類的 就是你要想辦法去學很多東西 先去了解一下他們當地的飲食文化嘛 把我們台灣的特色阿 就是把你當地的特色 然後跟這邊在地的文化 做一個融合嘛 那融合的話就是 會讓客人會比較喜歡你們的口味 外賣平台也是跟台灣有不同的地方嘛 因為他們這邊是很注重外賣的銷售阿 評價阿 他就打麵線紅的名字很有意思 是一家新開的小吃店 比台灣麵線紅會值大 加的是海利豆根 海利很新鮮 豆根很好吃 年輕的時候沒有什麼後顧之久 你又可以放手衣服的好好做 那為何不 然後不管有沒有產工 至少也都是一些經驗阿 有學到的話 總比那麼安逸的生活好 有學到的話 你也可以放手衣服 也要做得好 謝謝 這是假送的喔 在下門 金黃金 asc冰